感谢大家 我们已经来到圣灵充满第五个系列 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 我跟你谈到圣灵充满的重要性 包括我们圣灵充满得着能力 上个星期说我们上帝给我们能力 对吗 然后给我们能力做什么呢 给我们能力来侍奉他 这个星期里面呢 我要帮助你 我们在哪一方面呢 上帝希望我们得着能力呢 我们服侍在哪一方面呢 上帝愿意我们知道 请你打开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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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合本的圣经这样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我往父那里去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谁讲的这句话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把它画起来 这是上帝 耶稣亲口说的一个应许来的 阿们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 耶稣说什么呢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请告诉我 兄弟妹 请告诉我 谁是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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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我们都是信的人 他们也说 牧师 传道 或者是某某某某 伟大的孤道家 没有 他说 我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 要做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这个经文里面 耶稣说的这句话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上帝的应许说 我做的事情 耶稣做什么呢 耶稣有赶鬼 有医病 有讲道 有教导 包括有医治 种种的哑巴 说话 耳聋听见 瞎眼的得看见 使人复活神志 圣经说 这些都是耶稣所做的事 然后耶稣没有停在这里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 也要做 而且 做这比这更大的事情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为什么耶稣说 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呢 只有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呢 他才能 拆下圣灵来 今天耶稣在槟城 现在十二点 十一点五十分 耶稣在槟城 他不可能在基隆坡 他也不可能在耶路撒冷 他也不可能在泰国 他也不可能在日本 因为有时间和地区的限制 所以 耶稣说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呢 圣灵才能派下来 圣灵才能拆下来 当今天我们 耶稣已经升天离开 我们坐在天 坐在父的宝座 宝座右边的时候 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 今天十点五十五分 圣灵在阿苏来阿拉的教会 那么同个时间 有没有在巴雷布拉的教会呢 有 有没有同个时间 在甘波马来游呢 有没有同个时间 在基隆坡呢 有没有同个时间 在新加坡呢 有没有同个时间 在日本呢 在我们 所以耶稣做了一件 很大很大的事情 他去 他要往父那里去 因为他才能派下 拆牌就圣灵 圣灵是个灵 他没有时间 时空的限制 他没有时间的限制 他也没有空间的限制 他可以同个时间 在很多的地方 耶稣就不能了 所以耶稣这句话说 是可能的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 也要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很多人 你说哎呀牧师 你讲了这个不是 这更大事情 不是我做的啦 这更大事情 是牧师做的 跟某某人做的 我都没有祷告一天两个小时 我都没有读经好几个小时 那个不是我做的 圣经不要给谋鬼欺骗 兄弟姐妹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做的事 信我的人 也要做 除非你今天选择不信 那牧师就没话讲 但是圣经的应许说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还要做更大的事 更大的事 因为往父那里去 很多人 只因为没有看到 忍力 在他们生命当中发生 没有看到 这个应许 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 原因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不期待 他们不期待上帝 他们不期待为神做事情 他们也不期待 上帝能够 在他们生命当中 做其他伟大的事情 他们没有期待 他们没有期待 今天 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期待 有没有期待 上帝为你做大事 或者你期待 你为上帝做伟大的事情 跟你旁边讲 你要做更大的事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这不是很 很 很 很有说服力的说法 再一次 你要做更大的事情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阿们 阿们 那我们来看 几个 那 我们能力 上个星期 我们讲到得到能力 那么我们看 得到能力 在哪一个方面 能够帮助我们 那你在这个里面 这个画面里面 你能看到 有三种 有三种的情况 一个是属血气 一个是属灵 一个是属肉体 那 不管你喜不喜欢 兄弟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有这个三的阶段 当我们的生命 还没有认识 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是还没有 信耶稣之前的生活 我们称这种人 叫做 书 血气 因为他不认识 属灵的事情 他也不认识 主耶稣 他也没有去过教会 他也不可能 读圣经 所以这类的人 是我行我素 自由 自由的来 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根本没有想到 天堂地狱 想到属灵 人 生命的意义 所以他是属血气的人 然后呢 一旦我们信了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呢 主要我们 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 成为一个 属灵的人 但是属灵的人 不是一朝一夕 不能信了一声 马上就变成 属灵的人了 因为属灵 是一种过程 属灵是一种生活 你必须要不断地 进步 不断地认识主 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读经 不断地来参加教会 不是要爽爽来 爽爽不来 你永远不能够装备 你装备的不够 你就不够属灵 当你不够属灵的时候 你不愿意装备 又不愿意信 认识主耶稣更多 祷告更多的时候呢 你就会成为一个 属肉体的基督徒 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呢 就是随他自己的意识 随身体上的意识 哎呀 叫他祷告 他的身体软弱 爱睡就睡觉 叫他去读经 哎呀 他没有时间 没有得空 因为他要去看电视机 属肉体的基督徒 你叫他去传福音 哎呀 不要了 我有很多 我要去看电影 我没有时间 这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 很多人都在 这个三个阶段来 不断的来改进 今天上帝要我们 做一个属灵的人 当你不属灵呢 你不可能说 我比较不属灵而已 当你不属灵 你就是属肉体的 没得选择 你不能说 我一半一半属灵 其实有时候 我也很属灵 有时候我不属灵 没有这样的情况的 你不属灵呢 你就是属肉体 没有半人半兽的怪物 昨天他们看的Beesley 半人半兽的怪物 你要你就很属灵 你要你就属肉体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我们在哪一个方面 能够有得胜的人力 得胜的秘诀呢 第一 在世俗的人力 战胜世俗的人力 然后胜过肉体的人力 然后胜过魔鬼的人力 我们来看几个经文 我们来看 第一 你得着能力 为什么呢 是为了要传福音 为了要传福音 传福音的人力 我们再来看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X1 verse 8 他说 但圣灵将领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人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Amen 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四节 第五节说 1 Corinthians 2 verse 4 and 5 我所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威婉的原理 乃是用圣灵和大人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哈利路亚 兄弟姐妹 今天 好像牧师在今天跟你讲的 我不是跟你讲一大堆的道理 然后而你而改变的 我在说 基督教并不是一个道德教育的一个机构 基督教并不是一种传扬宗教的仪式 基督教是在乎生命的改变 基督教在乎有圣灵和圣灵的大人 证明的在你们当中 如果我一直讲一直讲 没有正道的话 我只是在讲道 而不是在正道 所以每个这几个星期以来 我们这个系列呢 是来帮助你兄弟姐妹 能够领受 能够真正体验到圣灵在你身上的一个能力 所以保罗说 我的讲道不是讲 有智慧的言语罢了 有智慧的话语罢了 我的讲道是要彰显出 圣灵的大能 和圣灵的凭据出来 我们来看 可能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 我们过的生活 我看很多人 比如说 一些人 他还没有信耶稣 过得被圣灵 就算你信了耶稣 有些人还是很爱世界的 人生最大的目的 最大的目标就是赚钱 总之赚钱就对了 不用管三七二十一 偷拐 偷什么 偷骗 什么拐骗 偷抢拐骗 都可以 只要只是能赚钱就好料的人了 很多人的观念是这样 我认识一个人 他是一个百万富翁 一年的总收入赚好几百万的人 他之前还没有信耶稣 已经是这样赚钱 信了耶稣 他生命改变 我怎么知道他生命改变呢 上帝有圣灵充满他 得着能力 他生命改变 以前呢赚钱是用所有的手段来赚钱 所有的只要能够赚到钱 他就能够去做了 但是他今天信了耶稣 圣灵充满之后呢 他生命有极大的改变 他不只是为了赚钱 很多人我们也是这样啊 我们在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 哎呀牧师我每个月都有给十一奉献 10% 哎呀我有给了 所以我就可以什么都可以了 但是这个有钱人 这个生意人 这个弟兄呢 让我很敬佩的就是 他 他不只有缴纳十一奉献 而且他所赚的钱 他讲一句话 今天我所赚的钱 我虽然给了十一奉献 那个另外的90%也不是我的 另外的90%是上帝托管给我的 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不是我的 我只是上帝的管家 如果上帝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给你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啊 牧师我有给十一奉献了 我给10% 然后其他东西 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 我还要打两份工啊 这个是我做OD赚来的钱来的 那是我的钱 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观念里面 是的没错 在就业的圣经里面 我们都当那十一奉献 10%的给上帝 然后90%都是他 今天在基督徒里面 你不可以 你不是停留在给十一奉献而已 因为耶稣为你所付出的一切 钉在十字架上的 留他的宝血 人被鞭打 鞭伤 被羞耻 他是留进所有一切 耶稣没有说 哎呀太浪费了 留下一点点 一点点给我 一滴留下给自己 没有 圣经告诉我 现今耶稣最后的一滴血 也给了我们 也给了我们 所以呢 今天在信业的信徒里面 信业的基督徒 你不只是要给十一奉献 你应该是给百分之百 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所给你的 你想一想 今天 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你 不小心你走一天 在外面去打拼 去做工的时候 不小心一场车祸 你可能就这样而瘫痪了 今天的社会 马路如虎口 不是因为你 你驾车的技术很好 或者是 或者是 你不创人家 人家也跑来创你 我也不是上帝的保守 所以 有些人 我常常 跟我常常遇到一些 基督徒啊 一些的 会友 他打电话 不是啊 刚才我accident 我是accident啊 是啊 有事情吗 没有事情 感谢神 真的 我们已经活到一个社会里面啊 车辆多到一个程度啊 你不创人家 人家也创你 所以 发生accident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说 哎呀 碎哦 我信了耶稣 还是为什么这样碎 又遇到accident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走出外面 一旦你驾车 驾摩托出外面 一定有accident啊 今天你还活着 就算有accident 还活着 还有生命气息 你要感谢神 因为有上帝的保守 真的 真的 你看看 有很多很多 因为车祸而 被创到 血肉 模糊的 很多很多 但是 这个东西 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你要感恩 你要感恩 感谢神 然后呢 第一 上帝要我们能够战胜世俗的仁义 向世俗而世上的艳乐 世上的荣华富贵 和那些的中欲的享乐的喜乐死去 有些人为了金权而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和品格 为了得着权柄 有的人不是抢钱 有的人是抢权 在社会里面抢更多的权 吃得苦中苦 翻为人上人 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吃得苦中苦 翻为人上人了 踩人踩得多 翻为人上人 踩着人上去的 很多都是 玩弄全数 然后 牺牲自己的原则 使良心变得麻木 为了快乐 为了学 要认识更多的名声 而出卖自己 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就不是这样 所以呢 你必须有 要有圣灵的能力 在战争事实 我认识有一个伟大的布道家 他叫Charles Phinney 你可以去找 基督的书店里面 找这个书 芬妮 芬妮 她还没有 信主得救之前 她是一位律师 lawyer 然后呢 对她来讲呢 她去教会呢 只是要告诉人家 我是一个好人 人家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 两百年前 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啦 两百年前的社会里面呢 在美国社会呢 你有去参加教会 你就是一个好人 你是有参加教会 你是有教养的人 你是有学士的人 所以你 她就为了要让人家知道 她去教会不是因为信耶稣 她去教会并不是因为 她要去敬拜神 她去教会是让人知道 她有上教会 她是高尚的人 她去了教会一年 两年 生命没有改变 讲的都是那些 骗的东西 律师嘛 律师很厉害的 讲的东西都是 用那些法律的漏洞来去赚钱 直到一天 她被圣灵充满之后 她好好重来读 做律师那么久 去教会那么久 从来没有好好读圣经 当她被圣灵充满之后的那一天 她终于打开圣经来读 那一刻她打开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呢 她生命改变 她一直流眼泪 在那边痛苦祷告 流眼泪 以为她在那边痛苦祷告 流眼泪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结果呢 在那边痛苦了七天 七天七夜在那边痛苦 生命改变 她跑 她从那边祷告起来的 第一句话她说 从今以后 我不要再为人做辩护律师了 我要为神辩护 他放下他的律师的身份 放下律师的职业 做全职的传道人 他一走出去外面街 街头而已 看到有一个人 街上 他就叫一个老夫人走过 他就喊那个老夫人 老夫人 耶稣要救你 他单凭讲这句话完了 那个老夫人看着她 忽然间那老夫人 一直在有眼泪 一直有眼泪 一直有眼泪 然后跪在地上哭 当下 芬妮就把那个老夫人 带她信主 过后 芬妮就问那个老夫人 说老夫人 为什么你会这么样的感动 老夫人就说 我不知道 芬妮 我看 从你的脸上 我看到地狱的火 在燃烧着 地狱的火 在燃烧着 我的灵魂 如果我今天 不会改 接受耶稣的话 我将会永远 永永远 在你的下地狱 芬妮就有这样的能力 带领很多人 信耶稣 在她的一生里面 她总共带了 一百万的美国人来 信耶稣 今天这个一百万的灵魂 一百万的 信主耶稣的人 她的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仍然在教会 仍然信耶稣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传道人 或者伍道家 像芬妮有这么样的国效 她的国子 存留到第三代 和第四代 到今天为止 所以我们需要能力 能力就要么能 传福也 芬妮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她是一个 爱慕虚荣 爱名声 爱美声的人 一旦被圣灵充满之后 她生命而改变 她有这样的能力 影响很多人来信耶稣 另外有一个人 我也认识一个伟人 在美国有一个女人 她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她用的都是名牌 穿的都是活力的衣服 在一百年前 女人如果要穿得很sexy 蝴蝶袖 衣服落影落现 已经是很大胆的穿 穿着一百年前 不是现在 这边有个洞 那边有个洞的 一百年前 她就是这样穿的一个女人 穿的是高跟玻璃鞋 那种 然后 但是她 被圣灵充满之后 从此以后 她生命改变 怎么改变呢 她穿着跟之前 完全是一百巴仙的不一样 从此以后 不用名牌 驾的是一种 一个scamber 驾过山的摩托车 她甚至 她是一个很疯狂的 女步道家 驾的scamber 甚至驾她scamber 驾到她的讲台那边去 来讲 有一天 圣灵感动她 她拿着那个 凳子 能够能着的凳子 把它抱起来 然后就从家会 冲去外面 带着那 手里拿着那个凳子 跑去外面 跑到一个狂场里面 然后打开那个凳子 站在那个凳子里面 指着天 就信很多人来 很多人来 到底她在看什么 好几个小时 她在那边不动 人家都来看 到底这女人在做什么 为什么指着天 天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在改变 经过三四个小时 吸引了好几千人 来到那个广场 然后她就 从那个凳子 跳下来 把凳子遮回 跟中卧 全部几千的人 跟她跑 跑到教会里面去 那一天 几千的人 涌进教会里面 她开始讲道 布道 那一天 所有进到教会的人 每一个人都信主耶稣基督 生命改变 这个女人 以前是一个爱慕世荣 爱用名牌 爱穿活力衣服的人 从此改变 做一个scanber 你要我可以 点看她的照片 今天没有哪 她改变 所以女人 你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来传福音 你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来去做神的工作 第二 我们来看 所以传福音不是人 传福音 是人力的问题 不是口才的问题 不是学识的问题 然后你跟牧师说 不是啊 我信耶稣还不久了 我认识了圣经不多 等我读完整本圣经 才出去传福音 等你读完整本圣经 死的人很多了 不是口才的问题 我跟你讲的两个例子 都不是因为他们口才很好 是因为他们有能力 去传福音 所以有没有 你需要能力来传福音 不是因为你有口才来传福音 你不是因为有学术来传福音 你就跟人家 你承读到最后你赢他之后 他也不会信耶稣的 我从来不会跟人家 承读 承读福音 只有生命能够改变 我们去看下去 第二 有服侍的能力 他们讲服侍的能力呢 还有一种就是战胜肉体的能力 那很多人来到教会 信用耶稣 然后有洗礼之后 还是怎么样情况之后呢 他有一个情况就是 他用他想尽办法来改 抽烟 赌博 讲粗货 他用想尽办法来改 重点面 你再改十年 你也不能改得到 你今天所需要不是改 用你的方法来改 你今天的需要的是 你要有圣灵的能力 那以前牧师还没有 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还在抽烟 我一天抽两包大包的香烟 我十岁就开始抽烟了 今天不讲不讲 不讲不知道 看不出 我十岁就开始抽烟了 谁抽烟了 当我信了耶稣的那一年 十四岁 我那一年接受耶稣 找西匯 受挪包 夺包很低 真的 那个西烟的量很大 但一旦我接受耶稣 圣灵充满之后呢 我怎样做 我从来没有去改的 我不相信说 哎呀今天 哎呀 我们 我们戒烟啊 少抽一点啊 今天抽一根啊 两根啊 慢慢改 慢慢改 生命的改变 抽烟的饮 喝酒的饮 还有其他的饮 你必须要靠圣灵的人力 我那一天 我那一次信咬耶稣 圣灵充满之后呢 我就把手头上的香烟 直接丢进垃圾桶了 自从那一次丢进垃圾桶之后呢 我就不抽烟到现在了 整十多年了 甚至现在人家拿烟给我 哎呀 我离婚了 不要再给我香烟了 我闻到人家抽烟了 我都会散开 因为那个味道很臭 都想不到为什么 以前为什么 这么喜欢抽烟 你不能够靠你自己能力 去改变你自己的 因为你没有能力 来改变自己 你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 在你生命当中 我们来看 无私的能力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 和八十九节 耶稣满有圣灵的人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 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才先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下眼的探见 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 越纳人的死年 然后 实情报第四章 三十八节 就是说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来高纳撒的人 耶稣 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 他终由四方 行善是 义好凡 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所以你们 今天我们 服侍神 也要有能力 来服侍神 你不可能只是来 在 自己的聪明才干 因为我厉害唱歌 所以我上来台上唱歌而已 因为我很喜欢用这个电脑 这个器材 所以我就在这里服侍 不是 因为你需要有服侍的能力 你必须要有服侍的能力 顺便 不要笑 这是 这是我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当时很年轻 十七岁 今天长胖很多了 知道 不要笑 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服侍的时候 十七岁那一年 我拿 对 我拿这照片 这里 我每次去中国布道 传讲福音 是这样 我不会马上为人祷告 我去那边都会讲 我去传福音给他们 去那边布道 会讲 耶稣怎样的医治你 耶稣能够怎样释放你 耶稣能够帮助你 耶稣能够怎样的来改变你的生命 然后呢 我会到聚会的最后一天 我要离开那个现场的最后一天 才为他们祷告 就是这个课程的里面 但是那一次我只得 这个女人 就出来给我祷告 然后圣灵感动我 我要向前为她祷告 圣灵说你不要为她祷告 我就跟那个女人说 我不认识她 我第一次见过她 我去中国 他们的背景我都不认识的 我只得跟女人说 女人 回去叫你丈夫来 回去叫你丈夫来 要不然我不为你祷告 我像这样的牧师都有 吃有钱 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 我是一个 只能信耶稣 十七岁那一年 我说你回去 叫你丈夫来 那 这个地方叫四川 单单四川省 就做我们马来西亚的半岛 三倍大了 所以他要 他要回去叫他的老公 来参加聚会 是要坐火车一天一夜 来回就两天两夜 他来到现场的时候 他就认识他老公 我就开始 圣灵感动 就讲出很多事情来 讲出他们两人的关系 讲出他们家庭的情况 讲出他们两个人感情的问题 讲出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到最后 就把这些细节 我不会讲太细节了 最后我就叫这中国男人 我说 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你去跟你的太太说 对不起 然后你告诉他 你爱他 然后给他一个拥抱 兄弟妹 你要想一想 不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男人都没有这样做 有时候更何况是中国这么保守的国家 叫一个男生 在公共场所 抱着他的太太 拥抱他太太 跟他讲 对不起 说我爱你 但是这个男人很顺服 他过去抱他的太太 然后跟他太太说 对不起 我爱你 那一个晚上 那一天 整个聚会完全不一样 好像一个很大的突破 整个聚会就充满着上帝的能力 我只是走在人群 那个聚会来 几千人的聚会来 我只是走在人群里面 我来不及为他们祷告 他们全部都倒在圣灵的能力 倒在圣灵里面 那个后面来接人的 怕他跌倒的人 那个出来接的人也倒 第三个来接 来接那个被接的人也倒 全部都连 连六七个都倒在上帝的能力里面 我从来没有看到 那么大的能力 在一个聚会里面 从那一刻开始 那个圣灵 你服侍需要能力 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服侍就是一个很 没有 很没有国小 就好像保罗所讲 我所讲的到 不是智慧的原语罢了 是充满着圣灵和圣灵 能力的明证 所以我就帮助他 帮助他 然后他们关系好了 最后我还跟他说 哎呀 好不好 既然包都包了 给他一个keys哦 好不好 然后他也给他一个keys 那最后我才知道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这个人是当地 就是四川 四川省啊 是一个很大的省 这是大概我们 马来西亚半岛的 三倍大这样的 他是七百多间教会的 总共的教会的总知识 当时这个年轻人 什么都不是 这个是知识 这什么都不是 上帝使用我 去对一个领教会的领袖 拥有七百多间教会的 一个领袖来说 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我要告诉你 不是因为我厉害 也不是因为 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 有什么特别 因为我愿意 给上帝来服侍 我愿意为上帝服侍 我愿意 让上帝来使用 那时候我不是牧师 所以兄姐妹 你得着能力 不是坐在家里 你得着能力 你是愿意要为神 做工作 做更大的事情 上帝就能够使用你 所以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 讲方言之后 不要停在那边 很多基督徒 他圣灵充满 讲方言之后呢 他就停在那边 爽爽就讲两句方言 爽爽就不讲 有记得的时候就讲 有聚会的时候就讲 他在家里从来都不讲方言 你要超念讲方言 讲方言就是得着能力的 一个秘诀 我发现我的过去 我的这一路走来 我多少量来讲方言 来决定我服侍的人 以前年轻的时候 像这样的年轻的时候 我常常讲方言 讲半夜 通宵祷告 都是用方言 最少都有八个小时 七个小时 哇 现在不行了 现在很多工作 不行了 这样做了 但是我也缅甸一天 都有一个小时的讲方言 我保持 每一天都有方言 祷告一个小时 所以因为得着能力 不是上帝 不是这样 没有受卡的 你必须要科目 要追求 另外再给你看 我们一行人 有四个人去中国的旅行 我有我的牧师和他太太 这个是我 另外一个弟兄 这个是John Drew 他已经是 如果他还没死掉 很多年都没有跟他联络 他还没死掉 应该是今年有八十岁 八十多岁都有 他现在是FGA的 其中一个牧师来的 他就跟着我一起去讲道 他这个人是受英文教育 完全很奇妙 也是很奇怪 这个人是受英文教育的 一句华语都不会讲的 所以我必须 他讲道的时候 我必须帮他翻译 然后有一天 我们 我都讲的 机会是这样的 机会是 我们很多的 很多 一直讲 到最后 最后一天 就邀请所有病的人 我就会宣布 尽管到今天讲道的时候 明天我会公开给所有的人 有需要的人 有病的人 瞎眼的 哑巴的 耳聋的 任何疾病 耶稣都能够医治你 只要你带来 我那一天 我这么宣布 各天来的人 三千多个人 这里都没有三千人 我做满很多 所以就不能在房子 房间里面祷告 我们就在 那些农村嘛 农村有很多的矿地的 所以我们就在矿地那边 我就跟John Zhu讲 John Zhu 我按道上 John Zhu 你带千多人去一个角落 我带千多人去一个角落 我就开始为祷告 很多人 很多上帝 很多 在那一天 上帝医治很多人 瞎眼的 耳聋的 哑巴的 长短脚的 种种疾病都医好了 我在祷告 祷告很多人也得到医治 忽然间 有人就 我因为那时候 我很注重在圣灵里面 我住 完全不能 那个 然后有人就 拍我的肩膀 小弟兄 那时候我年轻 他们叫我小弟兄 小郑弟兄 小郑弟兄 你去看John Zhu 叫你 我说奇怪啊 你祷告你的 我祷告我的 干嘛叫我过去你的那边 那好了 可能他有事情 我就去祷告 我就去到他现场那边 John Zhu在那边祷告 那边他就说 麦格麦格 有状况有状况有状况 有状况有状况 我说什么问题 我敢这个女人呢 被鬼服务 我敢了很多很久 她那个鬼都不要出来 怎么办 我说是吗 她不出来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试试看了 我试试看 然后我就走过去 因为我知道 那边有千多人 有千多个人在 有千多个人坐在 千多个人等着我去祷告 我不可能说 我不可能说 就这样放着的 所以我就怎么做呢 结果呢 我就 我就 好了 我就很简短的 你知道怎么做呢 我像我走过去 那个被鬼服的女人 走过去 全场的人看到我 吓着了 然后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 在被鬼服之前 她在那坐在地上 飞在地上 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然后坐起来 然后她 她叫妈妈 她叫爸爸 她叫她认识所有人 我怎么知道 这个被鬼服的人 已经好了 因为 不是我讲 是她家人讲 她被鬼服 已经七八年了 从来家里的人 都不会认识 不会叫爸爸 不会叫妈妈 不会什么都不会 她变成另外一种人 这么样 但是 有圣灵的人 今天我要跟你讲什么 不是因为我的 啪啪啪啪 有能力 你不要随随随随随便 看到有鬼服 你斜迈 斜迈个牧师 去啪啪啪啪 等下那个鬼来 来打你 就糟糕 但是我告诉你什么呢 你必须有圣灵的能力 来做树林的公主 然后那个 那个John Drew弟兄 牧师 现在是牧师了 John Drew牧师说 为什么 我祷告了半命 那个鬼不出来 为什么你啪啪啪啪 那个鬼就出来了 我说我不告诉你 你会去祷告 然后我就告诉你 我不吝啪 我对他吝啪 我对你不吝啪 你需要有能力 你需要圣灵的能力 来服侍神 Amen 所以 为什么你要得着能力 因为你要有能力 才能够服侍神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光有知识是不够的 兄弟妹 服侍需要有能力 我们要带着圣灵的能力 去服侍每一个 有需要的人 今天不是 哎呀 哎呀 你有问题啊 哎呀 你感情有问题 可以了 我可以祷告了 好了 我补导你了 就counseling 这样就能够帮助人家了 你不是靠这样而已 对不对 服侍呢 你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 因为 当有圣灵的人力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贫穷的人 被掳的人 瞎眼的人 压制的人 今天 还是有 还是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 所以 那个周祥的哲学呢 宗教的行善呢 补导啦 邪谈呢 都不能帮助到这些人 不能改变这些人 我们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的释放和医治的能力 所以 今天到处都有需要的人 贫穷的人 被掳的人 下眼的人 被压制的人 我们不是排斥知识 但是我们要明白 光有知识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有能力 Amen 我们继续看下去 呀 还有 你有战胜魔鬼的人 那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只是这个世界这么简单 圣经 根据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的背后 有一个人 在操纵整个世界 那就是撒旦魔鬼 根据圣经说 撒旦魔鬼就是世界的王 因为 当时上帝创造天地 记住啊 兄弟姐妹 上帝创造天地 但是上帝没有创造世界 这世界是属谁的 这世界是属魔鬼的 所以你不要惊讶 兄弟姐妹 你生命当中 有人常常问我 牧师为什么 我的妹妹常常跟我吵架 我的儿子不听话 常常逃学 为什么我的丈夫 跟我不和谐 还有种种种种种种的问题 今天所有的问题 不只是 那个不和谐的问题而已 那背后有属灵的 我们活着这个世界 背后有个灵界 这个灵界就是属灵 你要不然就给魔鬼掌控 要不然你就给上帝的灵来带领 但是我选择是被上帝的灵来带领 而不是被魔鬼来控制 所以到处都有属灵的 所以有一件事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单纯 看着那个事情的发生 而单纯而已 哎呀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背后有很多属灵的状态 和属灵的原因在里面 我告诉你我以前的教会 住在那个 每天都走路去 走路回 走路去 走路回 但是我家住在五条路 所以我从甲姆娘回去五条路呢 你一定要经过三条路海前 单单 因为我自跑在德控 自跑在德控 我每次走过都会算 单单在三条路海前 就是那个三条路海前 单单那个地区有两百多间的庙 两百多间的庙 然后呢 我是很热心 我到那里都去跟人家讲耶稣传福 我甚至去神庙里面 也跟那个鸡党 那个党鸡 那个 就是神庙的负责人 跟他讲 我跟他讲耶稣 耶稣爱你 耶稣能够医治你 耶稣能够释放你 然后那个党鸡 那个 跳筒 跳筒就 就 鸡筒 那个鸡筒就跟鸡筒讲说 你讲到你耶稣这么大 我不相信 我们来斗斗法 有一次 我说我耶稣没有叫我斗法的 更何况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法术可以斗 耶稣都没有给我法术 他说不管 因为你讲到你耶稣这么厉害吗 我们来试试看 是你耶稣比较大 还是我的神比较大 我就好了 我就站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开始请神 请神上神 那么已经开始 敲锣打鼓请神了 然后他说年轻人 你可以请你的神 我说来不及了 我的神已经跟着我一起走的 你还没有经过 你请他已经在我里面了 耶稣住在我的心里面了 我来不及了 耶稣已经跟着我一起来了 刚刚那个 鸡筒就在那边 鸡鸡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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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跳跳跳跳跳 然后半个小时那个神请不上来 然后再过了四十五分钟又请不上来 然后你知道吗 那个鸡筒鸡腔里面一定有那个 那个鸡筒腔还有一个旁边问诗 去解释的人的问诗 然后他这边去那边喊 这边有信仰的人啊 给钱出去的耶 因为他没有走的 他心不上来 结果呢 那个神不能进来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就好玩了 从那一次的故事 那个事件过后呢 我每天都过嘛 我告诉你 我每一次过那个鸡筒鸡 那一间的鸡筒鸡的时候 他所有的人 鸡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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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跳打鼓的 我每天都有过的 他跳打鼓的时候 每次我过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 听起来的鸡筒鸡 停住 那个鸡筒鸡 跳进那个 那个 那个他的神庙的 那座纸那边 这样不敢动 我以为是巧合啊 我以为是巧合 OK啦 第二天又再过 第二天也是这样的情况 所有东西都不动 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们自己也感觉不到 什么事情 但是我知道 在灵界里面 我知道 有一种的 属灵的对抗 和属灵的战争 然后我走过了 但是我坦白告诉你 你认识我是一个 很顽皮的人来的 到今天还是很顽皮 好了 我就注意看 我可能 我说 你可能说是巧合嘛 我今天过 我站在那边五分钟 那个东西全部进 好像你按C 按Post 五分钟 所有 一旦我走过 那个 它们才继续下去 OK 不相信 第二天就在走过 我这一趟十分钟 十分钟 所有的人都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天 十五分钟 我要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 我不是要 起笑 还是 批评别人的宗教 我要告诉你 我们的上帝 是大有能力的上帝 从此以后 我知道有这样的能力 我知道有这样的能力之后 每一天 我走过 所有的安公经 红牙所有的庙都 红牙所有的庙都 红牙所有的庙都没有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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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区 如果你有 以前有去过 早在十年前 那个三三的路海贝 两百多间的庙 两百多间的庙 今天你再走过去 三三三的海 海前去看 极为平地 什么庙都没有了 只留下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牧师 每天走过 红牙所有的庙都 红牙所有的庙都没有 红牙所有的庙都没有 不生理 红牙所有的庙都没有 都大 那是有能力的啊 然后麦可牧师 为什么这样做 有原因的 如果这些属灵的能力 毁坏掉 人家的心 人家的灵魂 就不会被捆绑 他们就容易敞开心 来接受耶稣 因为这些都是 这些东西都是 蒙蔽他们 世上的 圣经讲 世上的王 世界的神 蒙蔽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 不能够来到 耶稣的面前 对不对 今天我告诉你的 除了信主耶稣之后 圣灵充满之后 讲方言之后 不要停在那里 你必须要追求 继续的 课目和追求 必须要有 圣灵的能力 在你生命当中 你才能服侍神 你才能够 做神的工作 那时候 我要告诉你 今天不是为了要 把自己捧高 而推高 我要告诉你 而鼓励你 那时候的我 只是一个 普通的 信耶稣的人 基督徒而已 你不必等到 做牧师 才有这样的能力 关键在哪里 关键不是上帝 给不给你能力 关键在于 你愿不愿意 让上帝使用 你愿不愿意 刻目追求 而得到能力 来服侍神 让我们站立起来 多ancia 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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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万